餐展業者都快忙不過來隨時有顧客上門詢問 機種與報價 去年受疫情影響 筆電需求大多著重在遠距教學與居家辦公的文書處理取向 該買的都買了也因此讓這次電腦展焦點 就放在還有很大市場的電競筆電 大學生就是放暑假之後呢 他們會找比較符合自己需求的 所以今年的話會比較偏向以電競機種為主 那像我們目前的賣場的話 也都是以電競機種為主的訴求的客戶比較多 像是維新這款獨家高效散熱電競筆電 使用第十一代i7處理器 IPS等級電競面板市場上已經賣到缺貨 得現場下單才出貨 市價四萬五千九百元 展場價平一萬元 另一款華碩處理器使用第十二代最新規格 邊框薄螢幕以及刀鋒式3D風扇 現場價優惠七千元 紅機使用i9處理器反應速度 只要三毫秒的熱賣電競筆電 現場價優惠下殺一萬四 機關目前還有貨 但晚了一步恐怕就買不到 上海目前也慢慢的在解控 那可是因為產能會要需要慢慢恢復的一點時間 所以預計可能就是今年的九月十月 可能也會出現就是筆電的一個空窗期 有些遊戲或是多工 對 多工使用 網路上有些已經缺貨了 沒錯 是買不到 這邊可以買得到 近期通膨導致萬物起漲 就怕成本越來越高 影響售價 消費者趁周末來展場搶便宜 但還是別忘了貨比三家 不吃虧 近新聞 謝偉 謝宏睿 採訪報導